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虾 前两天我解说过一期 都把2.2分奇葩综艺 你怎么这么好看 有些人表示 你说的有些内容 我们在原片里还没有看到呢 主要原因是 国内版相当于国际版 进了大的优化 老虾快做完上一期视频之后 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俗话说 人一词越想越气 退步越想越亏 老虾今天用夸的方式 重新看看这部暖心慈善综艺 一加那部删减的片段 这部综艺的组织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四个行业的成功人士 通过划情的方式 让普通人也体现一下成功的感觉 首先是我们的知名减肥达员范甜甜 很多人就质疑了 这么多起改造嘉宾 他是最胖的 他凭什么教别人减肥 做减肥餐呢 这他们就离谱 你这一开口我就知道 绝对不是老千层病了 你只看到了第二层 而我已经看到了第五层 我就问一句 瘦子需要减肥吗 像这位一人 一看就是老减肥家了 别的不多说 这失败经验绝对是洗用后 他教你如何减肥 反映操作就稳了 其实是知名隐身主持人 周生成就者 你见过上班上课 一时摸鱼的 但你见过一辈子摸鱼 还能说过成功人生的吗 其实在这个节目里 作为美妆担当 他依旧在摸鱼 脸色漏了 活全棒别人干了 这就是美妆的精髓 化妆别人根本看不出来 参与的节目跟没参与是一样的 还有啊 这个艰苦奋斗 白走几下的周嫂 看在我周董的面子上 咱不说了 其他的还有什么 一招留史上寄负 搭配的金属啊 一招就够了 买贵的 最后呢 还有这个家装电话专员 主要负责打电话给装修公司 精准的报出嘉宾的家庭住址 然后装修公司负责改造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三件部分 这第一个嘉宾呢 是个30多岁的女博士 因为没有口红 不化妆 没有高跟鞋 大家觉得她是男的 是男的 这段位删除啊 肯定是因为 节目主觉得自己没有考虑到 现在很多男网友 不仅仅有口红高跟鞋 还有小短裙什么的 这些说法太物端 被删除理由非常充分 准了老鞋 其实合理的请扣1 不合理的请扣2 看到人家的照片 直接说人家的脸太素 毛孔粗大 节目主剪辑听了表示 看你们的原片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不是说出来呀 还给你们美言 那小姑娘视频 我还没来及做后期 你直接跟我说出来了 内涵我工作数字太慢呗 给你讲了 大夏天的 人家里哒了凉喜 所以说人家是大野风 大夏天的表 手脸给打歪来 在床上用电视台还是凉喜 还不是我说了算 你大野算个屁呀 但是家里 只能是男人做主事吧 大野这辈子 跟风无畏的关系 又只有中风 涉嫌影响家庭和谐 被删除 人一点都不亏 在坐车出门的时候 几个人在他揣色 说人家里肯定是 衣服到处乱丢 招乱啥是肯定的 跟退色皮下是一样的 无形听了表示 你们说错了吧 我们现在是去女嘉宾家里 不是去我家 这段主持人 集体失误恩计 那说要删了 因为人数太多 女嘉宾家里没有拖鞋 人家说 你们其实可以自带鞋套 大家听一听 这说的是神话吗 说得跟我没有考虑到 你家里从来不来的人 所以不可能有拖鞋一样 我们这就是环保 你知道一个鞋套需要 需要砍多少数吗 你看过渣铃吗 涉及不环保言论 说要删了 因为人家家里没有窗帘 说你一个女孩子 就连窗帘都没有 还说什么 我们隔着磨砂玻璃 都是清楚的看到屋子里 这绝对是女嘉宾的问题 毕竟她作为一个女博士 居然没有想到 有人能爬十几层楼 在屋子外面 这样爬在玻璃上 还使用透视眼网里一看 为了照顾女博士的形象 所以删了 节目组真的太暖心了 我哭了 你呢 还有一段争论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无心的问女嘉宾 你知道各种气垫化妆品吗 女嘉宾表示 我完全不知道 无心就一副 怎么这么伍子的样子 虽然他们连女嘉宾 平时看的资料 全国人民面前发誓 后面无论大家让她干啥 她都不能去拒绝 再来到口红的时候 女博士说 她觉得这是消费陷阱 无心情的表示 啥 想吃个大饼 女博士说 她需要了解化妆品的成分 看是否对皮肤液有汗 无心情的表示 你个女博士懂什么成分 我家里什么按摩椅 洗脚盆啦 双光连白蓝根 这副外副 内副外副 一大堆 你这在挑衅我的专业 这一大堆也被删掉了 我觉得是因为 这个女博士完全不行 文化水平差异过大 实际上深度天壤之别 电流弹琴 那都是侮辱牛 这段不删除 就显得有些人很蠢 所以她被删掉有疑问吗 毫无疑问好吧 还有啊 在最后呢 我们能改造之后 大家见到女嘉宾的时候 这俩删了一个字 这什么字呢 对 没错 时尚大师喊家歌 这就很值得晚威了嘛 这说明他 有些人从骨子里 就很尊重女嘉宾 姐妹感情一线轻 一句大哥晒过天 但是呢 与人平等的理念相悖 删掉呢 也很细心 其他的还有这一句 对我的改造之旅 这句话呢 也被删掉了 唉 看到节目处这么细心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夸了 在第一期的最后 在最后一周的三节 是无心的写 咳咳 自白 他跟女博士说 女人呢 跟女博士一样 我们条件这么好 找不到对象 不是因为我们孤独 自恋自恃等格争问题 而是因为我们在做选择 你看网上全网黑我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可以选择去做什么 真的 区区女博士 博士参与了很多 国际领先的科研 最后被拿了跟知名主持人对比 这简直就他妈的离谱 尤其是开始还统一战线 说着说着开给自己自白 至于这一段为啥被删除 那真的 我觉得看完这一期节目 这段自白完全没有用 大家完全理解了 你为啥被黑 给你八十消毒液 你也白不了 总之呢 以上就是 第一期的被删减的内容 因为我以为 一些亚军的说来四期 这样朝多五口 真的是朝点满满 至于后面的对比 等会有空再说吧 不保证那会更新后续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不要忘记点关注 我是这样的 我们下期再见